火币改朝换代 创始人李玲挥手告别 他能不能平安落地呢 波卡第三季度营收告急 环比大幅下降47% 欧轮第八轮制裁加码 俄罗斯会怕吗 RTFTK明年推新计划 Colome X地板价交易量 双双飙升 扎克伯格为元宇宙痴狂 产品漏洞百出 就连员工都不认账 10月10号星期一 一连何在 我是Michael 您虽然休息7天 但是加密货币市场可是一天都没写着 最大的消息就是火币要易主了 这个曾经乃至全球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 有可能江湖不在 大家都知道 火币自从北京实施加密货币的限制令之后 火币一直都是非常听话的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立刻宣布要清退所有的中国用户 并且一直在进行自我调整 直到2022年底 宣布说已经彻底清退了中国用户 我相信它的彻底清退是真的彻底 因为只要你是中国地区KYC的用户 没有一个能幸免 所以加密市场再加上现在熊市持续降温的情况下 火币的经营肯定会出现困难 所以在收入受到影响之后 火币曾经裁员30% 那么创始人李玲更是依托于身体或者心理的原因 一度淡出了这个管理层 今日火币更是迎来了更大的危机 就是卖身了 据报道10月8号凌晨 火币被香港百育资本旗下并购基金收购 此次收购的主要是火币创始人李玲的股份 目前已正式完成财务对账 交割签字 其百育资本成为了火币的第一大股东与实控人 但收购的具体金额并购基金出资人却未透露 据悉香港百育资本为一家香港资产管理公司 由陈奕华于2008年创立 他同时是井林资产合伙人 拥有澳大利亚管理研究生院MBA学位 在收购火币时 陈奕华对外表示 很高兴能完成交易 百育资本相信加密资产行业和火币全球战 仍处于起步阶段 长期增长潜力巨大 那么关注火币的一主呢 应该说中国的投资人对于火币这个交易所的情节是非常深的 有可能大家的第一个数字货币交易所 就是从火币开始的第一笔投资 是由火币上路的对吧 那么并没有太多加密资产投资经验的百育资本能够带领火币去向哪呢 它的没落有可能已经成为了定局 来看下一条消息 在以太坊成功的升级之后呢 被称为平行链的专业的区块链的生态系统的波卡 日前发布了一个新的路线图 其中呢包含在网络上实施的一系列重大的升级 那么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 加密货币的研究平台Messori就发布了波卡2022年第三季度的数据报告 一点没给面子啊 指出了波卡在网络的关键生态系统指标上出现了下滑的迹象 来看报道 据Messori研究的数据显示 虽然波卡基本指标如验证者数量 提名者数量和质押占比在90天内保持一致 但波卡在三个月内的总收入为十一万五千三百二十六美元 环比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七 另外 波卡上的活跃地址在七月至九月期间严重下降 2002年Q3只有十三万九千四百一十九个活跃账户 环比下降百分之四十 自今年Q1以来 波卡网络上的验证者数量保持一致 仍为297人 关于验证者质押情况 297个验证者中有292个质押了180万至340万DOT 此外 自今年年初以来 DOT总质押量在该网络上的占比保持不变 前三个季度的占比一直是百分之五十四至百分之五十九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俄乌军事冲突升级的这个消息 因为俄罗斯有可能把核武器作为这个战争的选项 导致西方国家非常的紧张 美国等西方世界对俄罗斯进行了方方面面的制裁 不过制裁都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制裁 那么近日欧盟批准了对俄罗斯的第八轮制裁 其中的一项措施就是全面禁止向俄罗斯人提供加密资产交易的服务 这项举措加大了今年四月份以来实施制裁的一个力度 不过面对这项制裁 俄罗斯倒是颇不以为然 一起来看 欧盟委员会的网站发布公告表示 针对加密资产的现有禁令已经收紧 禁止一切加密资产钱包账户或托管服务 不论这类钱包里有多少钱 目前通过禁止所有加密资产钱包 账户或托管服务 现有的对加密资产的禁令已经得到加强 俄罗斯国家杜马金融市场委员会主席 阿纳托利·阿克萨科夫认为 欧盟实施的新加密货币制裁 可能会刺激该国数字资产市场的发展 俄罗斯人将设法绕过这些限制 与此同时 主要的加密交易所已通知俄罗斯用户 交易仍在继续 这条消息对于俄罗斯人可能不是什么好消息 不过在我看来 对于整个加密市场却是利好 为什么 大家看能够被禁止的都是那些中心化的钱包 或者应用或者机构 之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在俄罗斯开始征兵之后 波兰禁止使用银联卡取线 为什么 因为大量的俄罗斯人用中国的银联卡 在波兰取光了一个城市所有ATMG的现金 所以当一个中心化的机构 可以叫停俄罗斯民众的服务的时候 那么不就是因为着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即将来临吗 有可能俄罗斯人将被迫使用真正意义上去中心化的资产了 RTFKT为NFT项目加码 故事模式被揭开神秘面纱 连员工都不买单的元宇宙 Meta的内部性被曝光 强迫使用 Glone X是由耐克旗下的潮牌RTFKT和艺术家村上龙 推出的一个非常知名的NFT项目 在今年9月初呢 RTFKT表示说品牌正在开发一个叫做Inventory的一个应用 这个应用呢可以实现允许用户使用NFT和可穿戴设备 来为Glone X创建内容 那么最近呢又说可能11月份这个项目就会和大家来见面 为了给预计2023年11月推出的Project Animals做准备 RTFKT Studios近日在推特上发布了一部短片 预告片中Glone X的女性人物 以及另外两个外形象龙的角色将被制作成EggDrop NFT Glone X持有者有机会在今年的11月份 首先获得这款NFT 此消息之后 知名艺术家村上龙与RTFKT合作的蓝筹NFT项目Clone X 交易量和地板价出现明显飙升 近24小时交易量几涨355% 达1567ETH 约合208万美元 地板价也涨到了9.1ETH 近24小时涨幅达18.95% Meta和扎克伯格对元宇宙的痴迷呢 曾经一度是引爆了元宇宙这个概念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确实很骨感 理想战略投资都到位了 产品没跟上 造成了理想和现实的一个巨大的差距 最近Meta公司的股价可是连连下跌 那么公司重点发展的元宇宙不仅没有带动Meta的发展 还带来了巨大的争议 这样看来Meta的元宇宙似乎前景非常的不乐观 连自家的员工都不买账了 一起来看 由于持续存在的漏洞 Meta领导层将该公司的元宇宙VR平台Horizon Worlds 置于质量封锁状态 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Meta内部流出的一份备忘路显示 Meta的VR社交网络Horizon Worlds 存在太多质量问题 甚至联集开发团队也并未经常使用它 Visosha认为 自己人都不真心喜欢自己的产品 怎么能期望用户喜欢它 紧接着他制定了一项计划 让各部门经理负责确保团队 每周至少使用一次Horizon Worlds 并表示公司每个人都应把爱上这款软件 视为自己的使命 对于Meta而言 确实移动互联网流量的红利7 已经进入了尾声了 如果现在不转型 那就等于是失去了竞争元宇宙 这个颠覆性赛道的一个先级 不过强迫自家员工使用这一点 虽然说从道义上来讲不举起 可是大家对他来讲应该不陌生 就好像丁丁的员工不能用腾讯 抖音的员工也不能用快手 估计是一个道理 不过这些壁垒有可能都在web3 都在元宇宙来临之后被通通打破 而打破这些壁垒的不是抖音不是腾讯 也不是这个matter 而是由每一个使用者 我们这些人来投票决定 好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 如果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您成为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把频道打造的更加的专业 节目的最后是今天的币圈快报 我们明天见 数据显示印度NFT产业目前估值为33亿美元 累计平均增长率为61.6% 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270亿美元 此外目前有11家NFT公司总部设在印度 占全球NFT公司总数的5.02% 仅在2021年印度就新增了71家NFT初创公司 目前有86家活跃的NFT初创公司 2月收购了Death Row Records之后 收场明星Snoop Dogg将Death Row转变为 由区块链技术支持的NFT标签 日前Snoop的品牌合作伙伴经理Nick Adler 与唱片公司执行DJ EFN 格莱美提名音乐家BT 以及Tupac Shuffler的前任经理Lilas Dienberg 一起加入了新成立的Gala Music顾问董事会 数据显示从2021年第三季度到2022年第三季度 该资产的P2P交易量增长了大约40% 目前Pax4比特币对菲律宾比锁的每周交易量 约为8000万比锁 交易量在2022年7月达到顶峰 达到近1.1亿比锁的历史新高 OpenSea首席财务官布莱恩·罗伯茨宣布已辞职 并补充说他仍然看好Web3应用程序的未来 尤其是OpenSea及其未来的市场政策 此外Roberts还确认他将在未来继续担任OpenSea的顾问 MyEG Services Perhand和Memes Technology Solutions ISDNBHD 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双方将共同开发和运营马来西亚的国家区块链基础设施 已将马来西亚的私营和公共部门纳入Web3.0